好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您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先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是評論員善後知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優淑 大家晚安 評論員陳輝文 大家平安 好 觀眾朋友 今天台灣的新增病例 92例的新冠肺炎 本土跟境外各占一半 各46例 這個數字看起來 還是相當的驚人 而且不只是北台灣 高雄的疫情也很緊張 先告訴你一件事情 昨天發生了 這個高雄有學生 在21號到23號 學測之後的24號 他確診了 那當然要回溯 回溯之後發現 他那一個考場裡面的考生 帶走了200多人來做檢測 當然有人是陰性的 有人可能覺得 他比較高度懷疑 所以他一共隔離了32個人 這32個人直接送進了防疫旅館 觀眾朋友你看到這張圖 雖然不是全部 你看到這是在學校 某某中學的校門口連夜 你看這些人穿上隔離衣 就被送上了遊覽車 然後被送到了這個檢疫旅館 其實這畫面是蠻驚恐的 怎麼搞的 我家小孩不能跟我一起過年了 32個人被集中在 檢疫旅館隔離 不是居家隔離 家長說今年不可以一起過年了 其實當然你用高規格的防疫標準來防疫 我們也不反對 只是你跟指揮中心中央 全國的一致性在哪裡 而且其實當地人蠻緊張的 我們來看看 其實屋獨有最近也是一場這個Fashion Show 是這個某大品牌的Fashion Show 在21號有一個走秀 然後事後也是一樣 事後發現有一名雜誌編輯 他確診了 那當然也是回溯 裡頭有幾名大咖藝人 包括陳柏林 九名男星 那緊急當然也是篩檢 可是也沒有像高雄這樣說 大家趕快進來 然後篩檢完送去隔離旅館 或是局中檢疫隔離之類等等點點的 我們要問的是 是不是我們現在國家的防疫政策 鬆緊標準都不一樣 那當然地方有他的權限 我們看到了 這個高雄市長陳其邁 在1月25號宣布說 即日起14天 齊軍區齊京區的防疫要很嚴格 包括婚宴廟會一律暫停 餐廳要隔板 如何如何實聯制 包括卡拉OK小吃部唱歌 都要戴口罩 那當地看起來形同 類三級的警戒 跟我們指揮中心阿丁 前兩天宣布的說 從此刻開始一直到過完年 不升級 這件事情看起來 好像他自己有做一點調整 我們講的是齊麥兄 觀眾朋友 Omicron 這個新的病毒 我們已經看到全世界各地 他攻陷了 美國攻陷了歐洲 那專家越來越開始呼籲說 像我們這樣的口罩 恐怕已經不夠用了 要用的是N95的口罩 甚至K95的口罩 可是大家知道 我們臺灣的N95口罩不夠 很珍貴 那事先到底有沒有去做 這個先採購 所謂的超前部署 看起來沒有在做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美國 已經緊急 過去一段時間 他緊急釋出了4億個N95口罩 讓全民免費零 可是我們臺灣因為不夠 所以阿中有說 只能讓高風險的人 包括醫護人員 專業的跟高風險的人員 戴沒有辦法 我們也只能從善如流 如果你家裡有囤N95 那當然很好 沒有的話 那自己的這個一般口罩 也要戴著 聯邦銀行有辦法的人 當然他可以想辦法 聯邦銀行就自己有釋出 他們自己的N95口罩 面罩手套 因為畢竟他們在第一線做一些 直接跟顧客接觸的一些工作 那我們的防疫物資 我們的防疫的各方面 方方面面到底做得好不好 從一些小事情都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BNT 觀眾朋友 民間捐的BNT 最後一批 已經在今天來到臺灣了 沒有了 都來了 可是後續到底有沒有需要BNT 我們可以看到指揮中心是沒有講 可是他悄悄的去買了 今天陳時中有講 他們兩週前已經洽談了 要買1000萬劑左右 我們就覺得這個世界 就是一直不斷的在變 一直不斷的在滾動式調整 今天陳時中怎麼自圓其說 我們來聽聽看 因為BNT的打氣仍然是很重 那原則上是朝向有一個大概 應該是到1000萬上下的這樣的量 3000萬劑的BNT也是在商談的數量之一 對 當然 不過是覺得量稍微多了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過去講的話 那今天又來打臉了 過去覺得說量太多 捐太多了 我們用不完 還記得嗎 林靜怡 具有醫護專業的立法委員 她在去年的9月2號 當郭台銘他們決定要捐的時候 她說太多了 太多了 1500萬劑都到貨的話 我覺得打不完 現在看起來還不夠 這個要跟林大立委說還不夠 另外這個衛福部當然有很多的事情 過去一段時間桃花哭 桃花躲躲開 昨天在立法院也有人問到 這個陳時中這件事情 王必勝的婚外請手牽手這件事情 現在安娜處理來聽聽看 阿丁怎麼說 可是王必勝這個情況 他並純粹屬於他的一個私領域 我自行處分 那我把他拔掉他的模範公務員 我相信對他這樣講 已經相當的一個警惕 他第二個當然這個 署長這個是更是一個 我沒有辦法查 我自己沒有辦法查證的一個事情 牽個手 我不認為說要用到這樣的一個 在立法委員裡面 立法院來做一個質詢的案子 但是有錯當改 這個你真的覺得牽個手沒什麼關係 我們大家都牽過很多手 我們大家都牽過很多手 因為後來我們沒有撿完 陳時中是說228牽手護台灣 我們都牽過很多手 來 請教輝文兄 今天的疫情的數字 實在是不太樂觀 但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他是不願意從善如流 所以我們本土確診46 境外移入也46 那就故意要這樣子 繼續這樣子凹下去 當然我們的網友就非常的迅速 46裡面29是桃園 12在高雄 所以加起來是41 46的41 41的46 所以有九成是在桃園跟高雄 那你為什麼不能列出來 觀眾朋友 哪一種比較一目了然 你告訴我美國境外一路久利幹嘛 我要知道的是 我們即將要九天的連續春節的假期 哪些地方比較危險 剛剛籤子開場不是講的 高雄 桃園 鄭文燦現在焦頭爛額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之前82例的時候 其實這個都不是馬後炮 這個都是之前就講的 當本土確診這1月3 82例的時候 就是你桃園就是64 高雄就是14 你大部分82的78 都是在你們桃園跟高雄 你剛剛講的陳其邁 桃園的鄭文燦 民進黨這怎麼可以說 不可以說 那也像去年的時候 柯批跟豪尤岩拿出來 拿出來認 去年的表格是長這樣子嗎 你看哪一種比較好讀 很明顯的是這個比較清楚 這是今天的 29 12 這比較清楚 這個大家要安排行程 或者有親友在高雄或桃園的 比較好應變 也是一個參考這樣 為什麼陳時中要念的 你為什麼不改 你去年的表格是這樣做 你去年是把新北跟台北 單獨列出來 就跟現在這個表格一樣 所以你看這個子彭 他不是用專業在防疫 他防疫是說你現在要打一檔 我們稍微想一下 這個是非常的糟糕 剛剛錢子也講到說 這個疫苗採購 昨天國民黨立委問 剛剛記者會 我們也有同業在問 說1000萬劑的BNT的這個洽購 你看陳部長講的是什麼 他說我們是跟德國原廠洽購 德國原廠 所以真的嗎 所以就是跳過上海復興 你是跟德國原廠洽購嗎 那就是大宗華代理選也不用了 是真的這樣子嗎 你真的這樣買 那就不用再麻煩郭台銘 我們就可以直接跟德國 有可能 還是陳時中又在玩任職作戰 錢子你相信嗎 你相信說我們去年買的時候 是透過鴻海慈濟台積電 透過香港復興的簽約去買到的 然後我們今年可以不要管他 我們直接跟德國原廠買 就買了1000萬劑的BNT 因為前子我們今天 都已經在討論第四季了 BNT的打的量 我們打最多的是AZ 第二名是這個BNT 那你現在要買 你說你跟德國原廠 直接的買得到 我是持保留態度 我希望陳時中 趕快把圖標改一改 要給大家正確充分的資訊 是 該誠實的地方 他剛剛還是要陳時了 他叫陳時中 所以希望可以繼續陳時下去 請教淑慧 其實大家還記得 去年在防疫的時候 如果說台北或新北 有一些不一樣的措施的時候 就被陳時中酸 最好不要一國兩制 但這一次高雄跟桃園 他們有在管陳時中嗎 沒有 今天早上的時候 鄭文燦就開始預告說 今天會有新增病例 我那時候就覺得不妙 為什麼 一定是增加比較多 兩位數以上 他才會在早上預告 然後高雄 陳其邁又宣布說 旗經單獨三級 什麼叫做單獨類三級 什麼叫一個旗經 光一個高雄市單獨三級 都已經很難執行了 他搞出一個旗經 請問一下 那倒是要怎麼執行 指揮中心都不吭聲的 這次高雄的指考發生的事情 大家知道為什麼會發生嗎 非常的荒謬 沒有對學生跟家長來說 整個指考防疫政策 就是一個荒謬 第一個荒謬點是 發燒照樣給你考 只是把所有發燒 有上呼吸道症狀 全部集中在同一間裡面去 我發燒我可能是感冒 你發燒你可能是確診 不管你們體溫超過 都冠著好 因為感覺你們風險一樣 我也不會互分 第二個事先宣佈說 確診不能補考 你就是明年得重考 所以即便這一位考生 他其實21號就有症狀了 不敢說 報病去考 考完以後24號才去驗 就出問題了 可是他已經都到一般考場去了 那個考生也很呼 被全部人罵說自私 可是問題是大家想看 我準備了兩年半 然後你不給我補考的機會 你說你因為一個確診 我就懲罰你 說真的 這個我也要自私 我今天準備了一年 然後你告訴我說 萬一我確診 我就可能明年再考 然後他雖然有一些補救計劃 可是那個補救計劃就是很爛 在其他的方式增加名額 但如果我就是靠成績的 你為什麼不給我一個補考的權利 台風天延後都可以補考了 確診 不好意思 你比較衰 明年重考 所以才導致說 這一次的執考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然後高雄也很妙 你就把這些學生帶走 你把他帶走 未成年 即便你覺得他快要18歲了 好像很厲害 法律上他還是未成年 按照我們指揮中心的防疫規定 外成年或是65歲以上的 這次是學測 不是指考 學測 對 這學測的 所以他更小 年紀更小 是可以有一位非隔離子 也就是家長去陪同 那現在是怎樣 你可以來陪 你們就兩個人一起不能過年 對 所以我覺得 在過年前發生疫情 大家都不想要 但既然發生了 指揮中心你要有GATS 你要提出一個全國一致的做法 包括考試要怎麼處理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現 到現在春節的防疫指引 都還沒有出來 去年大家記不記得 每一個景區 每一個縣市 他會說 我有人流警示 我有什麼網站 如果大家要去之前 你發現是紅燈了 不要去 然後用哪一個網站 用哪一個APP 然後我們會有監視區 去監看人流 請問一下今年有嗎 到現在 不要說其他縣市 高雄跟桃園還在粉飾太平 指揮中心不敢說 今天桃園幾例 今天高雄幾例 桃園跟高雄也不敢說 我們現在的觀光景點 希望大家盡量不要來 或是我們有人流管制 都不敢說 那是怎麼樣 大家有沒有想過 春節七天以後 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 九天 九天 對 就是 妳為什麼只有七天 春節結束之後 大家就只能湊在蛋了 是這樣子嗎 而且剛才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蠻妙的 講這個牽手的事情 有些人會認為蔡政府 是不是道德標準比較低 尤其是男女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剛才講到 王必勝的婚外情這件事情 在立法院也被問到 他的主管就是這個主管機關 主管就是陳時中 他說我覺得牽手 大家都會常常這個牽手 他舉的是牽手護台灣 有一點在嬉笑怒罵 把這件事情好像把它推走 可是我們看到 不只是衛福部桃花朵朵開 我們看到最近軍方也是 尤其是海軍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船上大家空間比較小 發生超多事情的 可是有一個永順艦的艦長 有一些跟男女間的一個 不當的交往 他只被寄一個申戒 然後這個蘋果的獨家說是 有人照 不用調職 還可以獲選海軍模範團體 而王必勝的懲罰是什麼 只是把他的模範公務員 這個頭銜給拔掉而已 因為這個海軍這個就很不尋常 以往不會懲戒這麼輕 因為你看到軍方跟警察都一樣 第一個就調職 第二個就太除 一定是這樣子 王必勝他怎麼會不用調職 都一定要一定 所有的標準處理 這些都是調離主管職 先把你調離主管職再說 為什麼這個人真的重要到說 防疫沒有他不行 你防疫沒有他不行也沒關係 你就事後再處理對不對 你可以事後再處理 現在我沒辦法調你事後再處理 送監察院是基本的 你跟我講說 這個不需要立法院討論 當然不應該立法院 再來討論這個事情 是你自己該做的事情 你什麼都不做 然後跟我在543講說牽手怎麼樣 你們那個就是緋聞 不要講牽手 什麼是牽手 然後還跟我講說另外一個 我沒有辦法管 你不要笑死人了對不對 你那個東西你怎麼沒有辦法管 你該查就要查 送陣風 你們陣風單位是假的嗎 莫名其妙 都不知道要講什麼東西 真的是 而且我們再來講像 像BNT這個事情 你現在說買1000萬金 我覺得以前你怎麼笑人家 都無所謂 但是你現在還跟我講契約是機密 紅海跟台積電通通都攤在陽光下 你當初跟紅海要的時候說 這個你也要給我 那個你也要給我 是啊 現在回過頭來講 人家已經買過一遍 人家不是沒買過 對不對 你現在還跟我講說 像去年那時候 跟我講說買方市場 你是講給誰聽 你到底透過 是不是跟紅海一樣 透過香港復興 一劑你買多少錢 這最基本應該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應該有權可以知道 至少你一劑買多少錢 對啊 當初你說好 國際環境如何如何 好 那當初是當初 問題紅海台 今天已經示範過了 人家所有東西都可以 都可以在證券交易所公告說 我今天花多少錢 我買了什麼東西 剩下是你的事情 你到今天還跟我講說 這是機密 你不是莫名其妙嗎 政府的資訊 哪有可以不公開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種心態在這個時候 就是說這兩件事情就是 就是在告訴你說 我就是要拗 不然你怎麼樣 我就是拗得過 所以明明全世界都知道 你們那個叫緋聞 我就跟你講他是牽手 明明跟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東西一寄該多少錢 我就是不告訴你 政府就是非常非常傲慢的心態 那我要講高雄的那個案子 像他在學校的門口 被去抓去隔離 是不是像當年磐石劍一樣 我覺得很可怕 你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當時盤磐石劍的畫面 我要是爸爸媽媽 我會有點擔心 你到底 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高雄的做法 就是你今天來講 你絕對不會跟我講說 高雄比101那個接觸 接觸來了更那個 101的為什麼不用抓去 你這邊要抓去 你今天在做政治 告訴所有民眾說 我有在做 可是你指揮中心 要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出來 就是什麼年紀的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 他現在是為成 你說成年的都無所謂 這個可能未成年 應該是17 8歲 18歲 將來如果是國小的 你怎麼處理 幼稚園的你怎麼處理 你每一個處理方式 你指揮中心要有一個 明明確確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遵循 你們全部都一樣 你不要每次都跟在縣市屁股走 柯文哲要做建談的時候 你就說不需要 等到過幾天之後 你又乖乖跟著說 你地方借我 等到高雄這個的時候 你現在不理 將來每個縣市都比民粹 都比超車 我跟你講民眾的生活 會一塌糊塗 是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